接上一条视频 这个是一个许可的女孩 分享的 她说是 长期持有比特币 并且hold住比特币 是你唯一的选择 进入病区二 最正确的姿势就是 长期持有 并且hold住比特币 其他的都不如这个来的 来的直接来的快 来的收益高 第二个是 必须要耐得住寂寞 排除噪音 独立判断 耐得住寂寞 不要听别人的 买了就买了 千万不要听这个 听那个瞎分析 他们也不懂 排除这些噪音 不要听这个听那个的 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另外一个叫Jack的大哥 他分享了 一个大道之简的 关于比特币的 两句话 第一个 比特币 唯一的 跟 就是比特币的 总量 是恒定的 2100万个 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的法币 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数字货币 不同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比特币 是真的是恒定了 2100万个 就2100万个 非常简单 这话谁都知道 但是他给大家定量 他讲了一下 这个恒定 永远2100万个 这不像别的 什么以太坊 你们看 他也是 一直在发行 包括狗狗币 其实也是一直在增发 是吧 比特币是唯一的特点 是恒定了总量 2100万个 这是他 一开始就定的规则 很简单 这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要再强调一遍 恒定2100万个 好 第二个是 真正的去中心化 这最牛逼 真正的去中心化 比特币是 真的去中心化 谁也控制不了 任何国家 政府 主权 垄断 暴力 都 都控制不了 比特币 也不是说 像以太坊 还有基金会 在管理 也不是别的币 它是真正的 去中心化了 没有 无主货币了 真正的去中心化 这个真正 两个字 真的去中心化 这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也叫Jack的朋友 他提出了 比特币 是可以传承千年的 比特币 一句话 可以传承千年 就是我们死了 比特币还在 这个判断 非常直接 只要能传承千年的东西 就可以建立信仰 第二个 他说的 简直说 一个比特币 永远是一个比特币 这个之前强调 它的模式是通缩的模式 所以它非常的 公平 然后 这里面 我自己补充了一点 就是 狗国币 就是 Satoshi 就是 聪 就是比特币的 最小单位 聪 更适合 那些没有买比特币的人 来进入比特币 这个市场 进入比特币的市场 你可以买比特币 这聪的为单位 也可以买狗国币 狗国币更简单点吧 单位更小点 价格更低点 更容易进得来 只要进入狗国币的市场 了解了 你就 很容易再进入比特币的市场 在狗国币上赚了钱的人 也希望大家 最后把狗国币换成比特币 这是我给你们建议 第三句 这个Jack 还讲了一句 也是说比特币是一种社会的契约 和语言类似 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 好 这个第二段 然后下一段接着聊